日前在日本福岡参加20国企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期间 法国财长勒梅尔接受了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的采访 勒梅尔在访谈中说 加征关税与科技领域毫无关系 不应该把贸易问题和其他问题混为一谈 勒梅尔表示各国政府不应将贸易问题和非贸易问题混为一谈 人们需要认识到主权和关键技术是一回事 而贸易问题是另一回事 加征关税和科技领域毫无关系 人们需要的是公平贸易 需要构建一个更有效率可以支撑未来发展的贸易体系 为此必须要避免用加征关税来打击别国并引发贸易战 当被问到法国是否会应美国的要求限制华为时 勒梅尔表示 法国在保证主权的前提下不会针对某一家公司 他补充说 华为公司在目前法国的4G技术应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